謝謝林崇偉老師 非常熱情的分享 非常熱情的分享 那它其實是把一個 從小小的一個APP 變成是一個有社會企業 跟有一個系統性思考解決 身上生活問題的一個服務 那科技的應用 其實就是讓這個APP 可以不只在台北 甚至可以scale up到全世界各個地方去 所以是非常有潛力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 今天的兩位來賓 林老師跟余老師上來 分別替我們做談 謝謝 我剛好像節省一點時間 應該沒超過吧 對不對 因為我忘了放影片 不過沒關係 我是要想 還有一分鐘 各位站起來 我們愛的米其林小姐 這是最重要的 對啊 那個今天穿著小鳥裝的 對 那個 我想跟各位講 如果是要講社會設計 我最驕傲的作品不是APP 是 all of them 對 it's the best thing 就是最棒的就是他們 然後今天他們 你幫自我介紹一下 來一分鐘 沒有一分鐘 只有幾秒 大家好 我是愛的米其林的MoMo 然後我們有設計了一些可愛的貼紙 希望大家可以拿回去 這個讓更多人知道愛的米其林 就是不只幫助我們 我們的社會 更是幫助更多我們的老人小孩 甚至是未來的我們自己 謝謝 然後我是May 然後希望可以跟就是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散播愛的力量 今天來個有貼紙 能不能請工作人員幫忙傳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敬請今天的對談 那其實今天這個組合非常有趣 主要是希望透過設計來讓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的體驗更好 而其實剛剛兩位講者在對談裡面 是有意無意都談到一個概念 也就是通用設計的概念 那簡單來講就是希望9到99歲 不然是正常或是身心 比較身心的障礙的朋友 都能夠使用這個空間 所以我想第一個問題想請教兩位說 能不能分享一下在台北在生活裡面 覺得台北做得比較好的社會設計 或者是通用設計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請余老師 其實我覺得 要想這麼久好像也是一個答案 我覺得台北最好的是 其實我常常被問到說 那講了這麼多什麼是社會設計最好的案例 那我個人覺得說 其實台北的小綠人是 我們最容易忽略 但是確實是最有代表性的案例 是因為我常常看到一個老先生老太太 他們都會去算說我們過馬路需要幾秒 甚至是推小孩的媽媽都會思考說 有了這個秒數可以讓使用者來決定說 他如何過這個馬路更安全的 更貼近他的需求 這是我個人所觀察到的一些小小 但是是在我們生活裡面很powerful的社會設計 當然我應該卻有一些經驗 為什麼會那麼久 因為我本身讀設計 其實某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台北是不及格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年我在美國在巴羅拉特 南首期IDO 然後在出來的時候門口 因為我忘了一個東西 我衝回去 撞到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跟我說對不起 我一面子去講 然後我再跑過去 再發現他怎麼是拿拐杖這樣走過去 就是說那邊那個地方的盲人 他是完全有自主的行動的尊嚴 所以我碰到他的時候是他跟我講對不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標誌 所以我看來我其實是講不出來 我覺得台北也蠻妙的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坐捷運坐電梯都 右邊嘛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其實已經不應該坐右邊 右邊快被壓垮了 現在事實上已經是鼓勵我們 盡量少坐右邊 可是如果你一站到左邊 旁邊的人就會 就會瞄你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設計 整個說對台北一個都市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不過我想分享一些不一樣的例子 就是說 各位其實每一天我們都生活在這個城市裡面對不對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我們有機會去改變 可是只是你有沒有勇氣去跨過那第一步 對不對 這邊提到熱血設計就是這件事 比如說大概一個月前吧 有趣的新聞是 新北市7-11可以有緊急愛心便當 對不對 我今天早上就想到了 剛剛我是不是提到輪椅充電不足 那如果台北的每一間7-11都可以讓輪椅充電呢 對不對它不能讓電動車充電 好歹輪椅可以嘛 欸那我每一個7-11就 就會變成這個城市的友善的一個環節啊 只要有障礙的朋友到了台北 他就知道 嘿那邊的7-11是可以充電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充滿了各種可能 可是呢我們也許需要大家一起 不要老是覺得不可能 我們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我想這就是我們當初是愛的比淇淋 跟在做社會創新的一種新的想法 其實我想到了 我覺得台北有一個通用設計還不錯 就是人 台北的人 假設你常去China旅行或怎麼樣 大家就知道其實我們台北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台北最棒的通用設計 應該是在我們的台北市民他們本身受的那些教育 那如果可以動用他們的力量 就像愛的比淇淋這樣加上一些機制 我們可能就真的把我們的環境改好 那老實說我實在是不想說我們的環境好 確實實在是不好 其實人是台北最美的風景 那接下來想問大家一個問題說 那像這麼有熱情或是這麼有設計想法的人呢 如何參與到整個推動社會設計的想法裡面 所以我們剛剛在會前會也聊了很多 如何讓市民參與的機制 或是透過什麼方式可以讓市民 參與到這個社會設計的改變 或許在余博士這邊 會有一些比較專業的設計想法 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從我剛才講的那個行為改變 那個model裡面 其實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你要提高你的動機 第二個就是說你要讓你的能力變得比較容易 所以某個角度來講 我們動機裡面假設我們常常散播一些正面的故事 像愛的米西林這樣子 另外一個呢 你隨手就有一些可以讓你實施的工具 我比方簡單講 地鐵上的那種那個老人的椅子 或是說旁邊你就說 上面加一個說 如果有人參上勤障位 雖然說他不是參上椅之類的 就是說我們是讓製造一些道具在附近 讓我們人們去發揮 那這種普通的精神可能會帶起一種熱血社會 那就比純粹的就是說 我的無障礙電梯啊 那種冷冰冰的可能還要更好一點 就是說這個道具要讓周圍的正常人可以去協助 殘障者 或者是需要無障礙的協助的人這樣 我還能說什麼呢 那就來愛的米其林吧 沒有 我是跟各位說 其實剛剛余老師分享的非常好 就是說從小的地方做起 然後勇於去嘗試跟創新 不過剛剛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還是劉局長還是漢中講說 在座的都是青年嘛對不對 沒錯啊 我覺得很重要一環 可能是因為我在學校教書的關係 我覺得很重要一環是教育 這個東西呢不只是老師的責任 我覺得在座就算你是學生 你可能是在各種場合扮演學生的角色 你也有責任 就是說一個課程的進行 或者是一個教育的進行 大家總是以為老師你應該準備好 然後應該教我 然後我應該從你這邊吸收 然後等 你從來沒有問說 喔 改那句話好了 Ask not what your teacher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teacher 我的意思是說 你怎麼一直點頭 那一定是老師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過去的教育就是 各位就是很了解就是 他教你專業知識 可是如果有可能 教育就是我們在 學校作為一個溫床 作為一個發動改變的可能性的時候呢 對不對 我們的一堂課就是 設計愛的米其林 或設計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一步 當然不可能一堂課 它必須接續的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 所以我想說在座的各位其實 就是不論你是老師或者是學生 你是有一個可能去把你設計的想法丟出來的 丟出來之後 我們在某個場域裡 在教育這個場域裡 去把它做實踐 比如說 我今天早上有收到一個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來喔 但是一群熱情的 喔 好像有 一群熱情的這些 已經在上班的交大畢業生 好 要成立一個什麼封城部落格 然後呢意思就是在裡面去做各種社會實踐 然後我就說奇怪 人家不是說園區都是什麼雪旱工廠嗎 你還有時間做這些事情嗎 可是我相信他在裡面的實踐跟創新 遠比他的工作什麼更快樂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裡面 就是說一個城市的設計 一個社會的設計或一個創新 其實他的場域一定不會只有局限在 特定的地方 特定的場所 而是無時無刻在發生的 就好像如果有人能夠設計一個方法 其實是我想說的 如果有人能夠設計一個方法 讓我們現在出去尿一下尿是不錯的嗎 那個方法很簡單嘛 就是休息三分鐘五分鐘嘛 真的喔 好好好 我講話了 那個設計就是 shut up 因為余老師也在學校裡面做一些 教育的工作 能不能簡單分享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關於設計的教育或者是 這個又要講一下 因為 我基本上我認為設計就是 你最近要design這個字 其實可以拆成兩個字 一個叫sign 一個叫d 就是打破符號 這次的重點 就是說你設計一定要做出不一樣的 可是問題是還有一種說法就是sign 這個d是有點vide的意思 經過sign 所以你要再建造一個新的符號 一個新的體系 讓人家經過 就像郭建築師 他一直有在用新的方式 建構新的體系 他打破舊的 可是 新的體系又讓人進去 可以經過 得到更好的生活 大概就是這樣子 結構就是設計 那剩下就慢慢體會 因為 就像郭建築師要做一輩子 設計可以玩一輩子 所以慢慢大家去享用 不用急著講 因為其實剛剛兩位其實 點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從design thinking 變成動手做 開始到design doing 所以我覺得design doing 這個概念反而會比design thinking 在現代這個時候 還要來得更powerful 所以我是想最後 因為想要請兩位 給現場的來賓現場的朋友說 我們如果可以簡單的動手 從身邊的開始做一些事情 可以開始拿以給現場年輕朋友一些鼓勵 我們請 我借用李正道的話跟各位分享 李正道各位知道嗎 沒有點頭就沒有念書過 不是 這個也是一種設計 設計個梗 李正道是我們諾貝爾想的得主 他說 要創新須學問 只學答非學問 要創新須學問 問越透 創更新 也就是針對我們身邊的 你有興趣的 你感興趣的 甚至你關懷的事情 去做追根究體式的盤問 他需要時間 他需要長期的觀察 他需要實踐 learning by doing learning by developing 甚至learning by failing 犯錯 earlier failure early success 謝謝 我的方式 我建議的方式 倒不是一個很小的方式 我建議大家要一個vision 一個scenario 設計是要有一個動力的 就是說你好的一個長壤裡面 軍器 你會有一個動力 就讓你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東西怎麼建起來 你必須要一個vision 一個scenario 比方說我就要像 像國建築師這樣成為一個 不一樣的建築師 然後這個就會帶動你去做設計 它是最基本最簡單的 那其他的方法學那個都是 底下就是底下 就是打破 然後再創造一個新的 然後再變成打破就是這樣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兩位的對談 我們從有願景的方法 到動手做實踐的改變 那謝謝大家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愛的米其林 大家可以去學習一下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吧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